我 都是外科医生手术 最怕饿 其实怕的是吐水 太难受了 谢谢主任 主任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问吧 陆欣然她只是双上肢的症状 您怎么知道是急性气的 坐吧 病人发生任何异常 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我看了陆欣然 确诊之后所有的病例 她的病情进程非常特殊 不是持续了话 而是在某几个点 突然讲了话 而且她年龄这么轻 居然已经发诊成 全主动脉 可扎了 我猜 她现在守护的症状 应该是又一轮恶化的开始 而且会有剂少的病人 会像她一样经历无痛性 即兴起 所以您才坚持 要尽快做手术对吗 主动脉无小事 虽然我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但我不敢冒这个险 主任 我想跟您道个歉 昨天其实是我跟宋主任说的 才导致了手术被停 我就差点害死了病人 因为你不知道 她是急性气发作 我想着 就是您刚来医院嘛 您就是想急着证明一下自己 但今天在手术室 我才知道您真的是挺危害的 代表你是向着 有机会可以教您 谢谢主任 主任 每次我们大手术结束以后 都会去对面的塞医丝 在那儿可以 AbbVND 形形形状质打折呢 要不你今天跟我们一一块儿去吧 我不去了 一会儿我还有事